中共的官员们喜欢好赌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人们普遍认为赌博是中共贪官们敛财洗钱 转移贪污钱财的重要手段之一 前中国农业银行副总裁杨坤被外媒披露 击欠澳门赌债30亿元人民币 但又有报道指称 此时外媒放出消息意在做空农行 进而做空中国金融机构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下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4月29号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说 澳门去年320亿美元的收入中 三分之二来自赌场与旅游 而中国农业银行副总裁杨坤 在澳门赌场欠下30亿元的赌债 大陆美金网报道 有观点认为 外媒报道杨坤所欠的30亿元赌债 是被张冠礼贷 报道还强调说 此时外媒放出消息意在做空农行 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外资机构做空中国经济 他们自己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因为做空的话 他们也不需要去通过赌场赌博 来转移这个钱 准备这个钱 我想外资机构想做空中国的话 原因是他们看到了 中国经济存在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风险 就是中国经济在走向崩溃的局向 这样他们才会把自己的钱压在上面 赌在上面 此外有知情人士透露 杨坤输掉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与赌场协商打折后才减到30亿元 但是中共官员现下的最额赌贷 现在都达到30亿的规模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见 就是说如果这赌场给他 让他欠下去 我们可以想象他 其实像以前的书啊赢啊 赌博的数量一定会远远高于这个 才可以至少也在几十亿上百亿的规模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数字 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官员贪腐 是这么的普遍 大陆媒体的报道则说 中国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 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分析 30亿元如果是周转资金也有些不可能 每次贷上千万资金到澳门 需要输多少次才能达到30亿呢 企业赞助也很难成立 在国内能拿出30亿元借给杨坤的企业不多 有一种可能性 如果是高利贷力滚力最后形成30亿元欠款 便可以解释通 报道认为作为农行副行长 杨坤每次出境都需要向国家相关部门报批 如何去澳门赌博 不过路透社报道 在此之前 大陆媒体对薄熙来等高官通过澳门洗钱行为也有过报道 但是截至目前 中共当局对这两人并没有做出正式的判决 去年5月 因为农行内部实名举报 时任农行副行长的杨坤 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 并被有关部门实施边境控制 不仅海外媒体引述接近高层的知情人士消息透露 杨坤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私交密切 银行业有关人士指称 总后资金充裕 一直是银行真强的客户 有熟悉军方的观察者表示 古俊山在北京商业中心区拥有非常豪华的宅邸 总后一些部门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近几年 海外媒体有关中共官员在赌场的贵宾市公款洗钱赌博的报道 引起了中共当局的关注 当局指派专人到澳门监督官员赌博 赌场老板指称 这并不表示中共当局打击赌业 他们的目标是那些使用公共资金或国家资产进行赌博的官员 时事评论专家草安居士表示 到海外赌博的绝大多数是中共官员 他们掌握公款等资源 经常到海外赌博 因为钱不是自己的钱 是贪污老百姓的血汗钱 所以肆无忌惮 挥霍无度 肆虚 感谢观看